微博世界大会会在本月29号举行嘉宾阵容 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 不过官方放出了几张局部图让网友们来猜测 其中任嘉伦饰演的小男陈王 还有王贺帝饰演的东方青苍一眼就被认出来 更有其他的强大的阵容值得期待 女明星里面即将出席的有赵丽颖 Andra Baby谭松韵 刘亦菲景田 杨子等人这是大家通过图片认出来的 其他都不太确定 赵丽颖图片上的代表作品是幸福到万家 起初刚看到这个结婚的服装 差点以为是景君中的图片 看到嘴巴才觉得有一点不像 网友还原出来是赵丽颖 接下来是景田了 景田的作品斯腾是2021年播出的作品当中一部黑马作品 凭借较好的人设还有良心的制作 以及合理的选角赢得了网友的好评 景田就是斯腾本腾了 再然后是孟华路 孟华路这张照片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 凡看过电视剧的都不会忘记这张图片 刘依菲姐姐的辨识度也非常高 只看到服装还有手里拿的团扇 就已经能够认出来了 谭颂运图中代表作品是以佳人之名 她饰演的李尖尖是一个高中生 但是一点都不为何 可可爱爱的 谭颂运是圈中很灵很可爱的一个女明星 能够驾驭各种各样的角色 Angela Baby这张图是风起冷戏的 作为一部历史大剧 评价还是很高的 不过Angela Baby的戏份并不是很多 她在这部剧的演技还算可以 杨子这边的代表性的作品是陈香如谢 她演的颜旦好可爱 特别是去到凡间的时候 那些表演太逗了 陈香如谢也非常虐心 男演员当中 最容易识别的两个人 就是东方青苍还有周生辰 周生辰的这套铠甲还是很好认的 因为之前有很多路透图片 周生辰穿着铠甲 骑着自己的战马 威风凛凛 因为任嘉伦把这个角色塑造得很好 绝大多数观众还是能够认出来的 东方青苍就更好认了 凡是看过几集电视剧的 都能够认出来 看她手部的装饰就能够识别出来了 更别提还有服装和霸气的动作 即便是没有脸 大家也能认出来 微博世界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 参加的男嘉宾 除了任嘉伦和王鹤蒂之外 还有杨阳 你是我的荣耀 张彬彬 两个人的小森林 华晨宇 王牌对王牌 无类 月生沧海 谈剑刺 猎罪图剑等等 这些演员 基本上都有自己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有的口碑很好 有的热度非常高 就华晨与个人显得比较例外 这次微博世界大会 我个人比较期待任嘉伦 谈松韵 赵丽颖 杨子 大家最期待谁呢